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那个复活节彩鸡 我从汤亚家要的蛋 它应该是下绿蛋的一个鸡 好可爱呀 蓉蓉的我都不行了 好软好软 有个屁屁 屁屁屁屁屁 一只十五,十五加币呢 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加油站 等着它来接头 把你们卖掉了,一共四十五块钱 看看这是啥呀 我们今天刚拿回来的 是你们最爱的科尔鸭 这个是选秀级别的,特别纯 Hello,这是个母 嗨,那是个公 你们俩在那待着吧 好小 好小 喝个老鼠似的 喝个老鼠似的 明天再来拍它们 看看我们走秀级别的科尔鸭 哇塞,你们好漂亮,好可爱哟 那个母的嘴上破了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可能是大王追的 本来在鸡棚里面 然后他们 大王和大小 两个人都追他 可能是因为他的 这个体型比较小 备受欺负 走开 看 好小 看看他有多小 我就这么抱着他 他坑比也差不多 他好骚强 因为毛掉了 因为在画毛 母的可凶 找你老婆吧 他咬我鼻子 明年他们就可以下蛋了 春天 鼻孔却臭多了 我把这几个家伙都拿回来了 外面太矮了 今天能有零下22度 猫一在这儿游荡 这个可儿鼻就快吓死了 知道为什么少一只母的吗 一共是两对应该 因为那只被大王活活死了 我太心疼了 算了 这故事不说 又遭骂 你看这个科尔鸭 它好像有腮帮子 显得脸鼓鼓的 又兜兜的 就像个笑 广大网友们 征用名字了 给他们两个起个啥名字 兜兜兜 哎呀 你看它胸前掉了一大座毛 我怀疑是大网友的 这是摩登 哎呀 走开 这是摩登豆鸡 不是圆鸡 长得跟圆鸡挺像 但是腿比圆鸡长 我觉得比圆鸡好看 可惜就一个母了 明年不知道能不能 预出小筋来呀 你这个坏宝宝 不想理你了 大圣就在这儿瞎闹腾 累了 给鸭子准备了盆水 体验一下洗澡 不进去 鸭子去洗澡了 等了很久 借心还是蛮强的 这个抹的是什么情况 去呀 它两个是够脏的呀 那个水盆子洗了一下子就黑了 还冒着热气呢 我给它放的热水 涼《洋长君子》 他那鸡蛋都带点儿 你看这蛋 带点儿 这就是不知道什么鸡 擦的擦了 你也碎了 吃死我了 浪费了一颗蛋 算了算了别拍了 大侠以前玩我 他怎么回事的 不知道是我的 他没反应 吵死了 今天是平安夜 我准备了好的礼物 给我的邻居们 这都已经打包好了 包起来 虽然我的打包就是不等力的 一会我们去充当 圣诞老人给他们送礼物啦 看太阳送给我们的礼物 哇 杯垫 这个是太阳自己做的 超好看是不是 都是人才 他是一个护士 这边的护士可吃香了 就是基本上很多工作护士 都都可以做的 然后他平时还做一些手工 他说他眼来眼卖这个东西 这个是树脂的 看我做的葱爆牛肉 怎么样 今天晚上端着他去三峡家吃大餐 胸蛋大餐 哇 妈呀 头顶上别拉屎给我 小心一点 妈呀 哇好臭啊 好臭啊 我今天有点饿了呢 好惨 在那 太惨了 要吧 哇遍地的翻样 看我们家琪琪 昨天晚上没有回季棚 晚上有零下二十几度 他直接关子都动硬了 这都掰不动 直接都动住了 不会动掉了吧 我现在给他抱回家捂一捂 太可怜了 昨晚上风特别大 可能把那个鸡棚门给关住了 然后他就没有找到地方进去 哎呀 好心疼 我们两个又出去吃 平安夜去人家过了 没注意到他 找了半天回来 晚上黑不溜秋的啥也看不见了 不知道他能挺过去了 不知道他能挺过去了 这个白鸡 给他捂一捂 琪琪复活了 他自己站起来走了 但是鸡光子还是这么淡的颜色 琪琪啊 你要好吗 我看看 还能动吗 说明还没挂 一个个怎么都不让人省心呢 琪琪啊 我给琪琪弄了个小窝 放了点草 让他在这蹲着 今天特殊待遇 现在家呆着 把狗笼子借给你啊 好吃好喝 吃菜了 哎 对 有点大 就是乖 面包 最爱吃面包 是不是 嗯 刚才 鸡光子都没有血色 这会儿滑回来了 乖啊 猫猫 好了 你自己在这吃吧 眼都卡不着 跟个眼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哟 记得点赞哟 我们下期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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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